美国联储局公布会议结果 引发环球金融市场波动 会议焦点落在会议利率点证图中 位数显示 2023年底前将会加息两次 并且开始讨论减少买债 受消息拖累 美股隔夜显著下挫 道指一度下泄382点 最终收市跌265点或0.7% 标指跌0.5% 那指跌0.2% 港股一根随外围下滑 恒深指数盘前低开195点 纽约现货金价收市跌2.5% 美国十年期国库券资稀 一度飙升8.3个基点 美会指数易上升0.9% 美国联储局会议 维持利率0-0.25厘不变 每月买债12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规模一不变 同时调高了个人消费开支PCE 物价指数2021年预测 由原来的2.2%增幅上调至3% 又上调了对美国今年GDP增长预测 由原来的6.5%上调至7% 似乎为缩减买债行动做准备 而利率点阵图中位数显示 2023年底前将会加息两次 18名委员中13名 预计2023年开始加息 较今年3月时的期位为多 估计息率将由现实约0.1厘 上升至0.6厘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 现实讨论加息人为时过早 但已经启动缩减买债计划的讨论 通胀可能叫预期更高更持久 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 美联储开始讨论减少买债 可能会影响市场情绪 大家应继续保持谨慎 管理好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